首先就来关心Breaking高雄开场的最后一场 粉丝挤爆了诗云主场馆 下午四点彩排 部分歌迷 抢心观看到女神风采 相当的兴奋 而周边也出现了一些零星插曲 除了有等待抢后补票的民众 排到自己的时候 才发现肾上的钱带不够 只能够忍痛放弃 还有粉丝的包包丢在角落忘记带走 只有最重要的门票也跟着丢了 幸好最后被送到失误招领寨 四点一到Breakpink在适应主场馆彩排 让先进场的VIP粉丝乐翻天 场外粉丝也准备排队入场 但这些大包小包行李 超出主办单位限制的尺寸 通通不能带进去 脚架板凳等等 也是一律禁止 因此场外就衍生出许多 像这样直接在人行道上 铺个地垫写张纸板 做起包包记物生意 收费一百到两百元不等 我们一个袋子一百五 然后就看你能塞多少 后面的iPad会一直直播 就是你会担心的话 担心演唱会看完东西会不见 商家为了让粉丝安心 还提供直播服务 让你随时可以查看包包还在不在 但就在会场旁用许多塑胶袋装起来 看起来就像路旁丢了许多垃圾 除了有爱观瞻 其实他们也都是违法摊贩 卖周边小屋的警方就来赶 这寄物生意有如被莫许般 毕竟主办单位没有提供的服务 警察来驱赶 主人散场后寻不着包包都是问题 还有不少粉丝们还没记物之前 身上的包包就搞丢 连这最重要的门票一落了也还不晓得 幸好被送往事务招领战 就看这位粗心黑粉会不会记得来领 毕竟在试运主场周遭 现场不少人其实连票都还没买着 这两位女粉甚至耗了大半天 排队等试出的票 结果尴尬了 现金贷不够 因为我们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抢到VIPG 所以没有贷到那么多的现金 原本是想说应该6800以下 就可能5800 48800那边 身上就插那一两千就能见到偶像 只能忍痛错过 垂心肝 记者SNG小组高雄报导